金埔中加入團隊 外界認為說會對選情有幫助 不過也有人認為說他跟地方拍戲的關係比較緊張 那會不會反而是把這些地方拍戲推向郭台銘陣營的 這個金執行長也擔任過秘司長 他對選舉以外對地方的生態其實他非常的熟悉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面對地方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會喧息的去請教也會臨機更大的共識力量 尤其我個人最重要的是我還要不斷的去努力 讓大家能夠團結在一起共同面對這一場選賽 朱主席將自己的角色定位為總教練 那昨天金埔中在記者會上的時候 是將他的定位為球隊老闆 市長認為說是不是有點民生暗將的一位 球隊每一個人的角色 其實最重要的是為我們球隊盡一份心意 所以角色的扮演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都能夠團結在一起 尤其朱主席在這一次選戰裡面 扮演一個非常重要在黨部 尤其在指示方面的溝通跟協調 所以每一個團隊每一個人的辦理的角色不會因為他的職稱而有所改變 大家都會同心其力一起面對這一場選戰 那你覺得就是昨天知道他有來到台北嗎 那未來你們會在全戰會之後錄屏還是全戰會之前 在這段時間非常謝謝很多關心韓國瑜也關屬我的好朋友們 其實韓國瑜也關我的溝通到現在的無愛 我們都會面對共同的一個價值守護中華民國 讓台澎金馬這一塊土地會更好 所以這個價值會讓我們新年新更在一起 國這過去幾年其實已經戰出政府了 這一次付出實在是因為我看到了侯市長 他願意頒覆這樣一個重任 因為這個重任牽涉到我們國家未來的一個人權 也關係到我們下一代來的一個人權 這場仗是非常艱苦的仗 但是我願意盡我個人的力量 來幫侯市長打贏這場仗 因為這場仗不是為了侯市長 是為了我們國家的未來和我們下一代的方法 很多政治人物他也許有不同的特質 我長期在政治圈進出 對觀察政治人物我有自己的一個角度 我跟侯市長其實並沒有在此之前有深交 但是我觀察侯市長 他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跟敬佩的特質 他非常正實 他非常正派 他很誠實 也很誠懇 更正常他很謙虛 一個領袖一定要謙虛 能夠國采眾議 能夠盡忠職守 把人民放在心底 侯市長他的表現我長期觀察 他不滑中取寵 腳踏實地 他也不像在選舉時常有些候選人 他們都能夠有機制取巧的這種對話 或者是常常提出一些投機近視的一些政見 我發現他都是一步一腳印穩穩的走他的路 而最近的這個整個局勢表現 侯市長是在一個非常艱困的政局之下奔鬥 我個人經過長期思考之後 我覺得他是一個值得幫助 我要盡舉之力 一定要幫侯市長打贏這場仗 我們希望在2024總統就位那一天 侯市長就單起帶領國家走向一個更安居樂業 和平的未來 謝謝各位 各位媒體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侯友宜 這一次總統參選的過程當中 在今天正式對外 我們從7月1號 我們所有的選辦辦公室裡面 我們特別拜託 邀請了金普通前議事長 來擔任我選舉進選辦公室的執行長 執行長負責選舉的方向 策略規劃執行並統合所有的戰役 所以執行長是我在這一次進選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領軍團隊的總領導 也是帶著這個團隊往前走 最重要的一個步驟跟方向 同時 除了我特別拜託我們 金律師長 現在叫做金執行長 以外我也特別借這個機會 把新的成員也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在我們的指資這方面 特別我相信 我們黨團立馬彥的總召 我們的曾明中立法委員 來擔任我指資 在這一次選舉過程當中的協調 以及跟黨部統合戰力 在我們的選辦辦了一個組織裡面 最重要的推動 擔任我們選辦組織召集人 那這當中有兩位護召集人 一位是一直長期來給我幫忙的 林宏池護召集人 也當時我在選舉過程當中 做了總幹事 另外一位在南部非常鮮熟 在台南市 在去年選舉過程當中 表現非常亮眼的 謝榮介 來擔任我們的指資 護召集人 當然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國政顧問團 因為有很多的專家學者 也有很多的政策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實務 有經驗 尤其能夠統合各學者專家 以及實務單位 能夠落實自己實行 非常有經驗的杜祖金 以前當任過行政院的副院長 來擔任我們國政顧問的總召集人 所以在兩位召集人 以外我們還會不斷的 在經執行長和代理 我們會不斷的在擴大更大的人才庫 包括很多在中南部 甚至在北部 我們都可以繼續延攬 畢竟我們還有很多的人才 跟我們團隊在畢竟的配合中 他們也期待如何加入我們的團隊 那這部分我們會持續的不斷的 在徵求更多人加入團隊 當然我們有立言也有立法院的立委 都會跟我們並肩作戰 同時黨部也會參加我們這一次的整個選辦的 整個在組織 在整個各縣市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那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我們在選舉的辦公室 因為這個規模比較小 那未來7月1號以後 會搬到短橋另外一個地方 這也會正式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今天我再度謝謝這麼多的好朋友 尤其新執行長 已經多年對政治來說 他只關心 這一次是我特別再三的拜託 他願意為我們中華民國 為台旁金馬這塊土地 對他的價值跟信念 帶著我們所有的選舉辦公室的團隊 一直往前走 我們非常的敬佩也感動 我們一定攜手合作 贏回中華民國 贏回台灣這塊寶島的安全 讓我們這塊土地的人 因為我們的努力 能夠永續和平安定環柔 再度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侯友宜總統參選人 來介紹我們新加入的競選幹部